选择无处不在 但决定你命运的只有关键的几个 我是周磊 接下来我就带你解开选择专业的语团 相信在填报志愿时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是最让大家疑惑的专业之一 尤其是他的就业前景到底是好还是坏 就业面到底是宽还是窄 有人说他是万金油 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搞文字的人 也有人说他就业范围有限 工资还特别低 而且搞中文的人太有浪漫主义色彩 不贴近实际生活 那么中文专业适合哪些人报考呢 中文我们每天都在用 还有必要去学吗 汉语言文学和汉语言有什么区别 那接下来我将分别从报考录区 专业解读 就业前景和报考建议这四个方面 为大家详细介绍 中文专业的学生毕业以后 就可以成为作家编剧吗 一提到中文系的学生 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大作家 像汪曾祁 王小波 刘振云 或者是炙手可热的影视编剧 似乎文学专业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创作小说 创作剧本的 中文系虽然研究文学也会训练写作 但它并不教学生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或者编剧 更多是培养对于文学的敏感度和鉴赏能力 当然不乏有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有中文系的背景 比如刘振云是北大中文系的 苏同是北师大中文系 而格飞来自于华东师大中文系 而编剧的培养就需要更加细分的专业训练了 主要是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所以总的来说 很多高校老师在第一节课就会澄清 中文系不生产作家 他们是文学经典的搬运工 阅读理解能力差 没有写作天赋的人不适合学中文专业 中文类专业适合什么样的人报考 阅读理解能力差的人可以报考吗 文笔不好的人可以报吗 理科生可以报吗 那从报考政策上来说 中文类的专业不限学科 文科生理科生都可以报 而且大部分高校不学高数 这一点对很多不喜欢数理化的文科生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南开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一的公共课是要学高数的 但是学的也是文科类的高数 不会太难 那么关于阅读理解能力的这个问题 其实无论学什么专业 这个都是必备的技能 是非常重要的 但也不用太担心 而且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都是可以通过训练来逐步培养的 相对于非示范类 示范类院校的中文专业性价比更高 示范类院校的中文专业 确实和非示范的院校 在课程设置上存在一些差异 示范类专业不仅要学习文学方面的知识 还要学习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等课程 学的范围是更广的 一般来说 凡是非示范能去的就业岗位 示范类基本都能去 如果将来的职业方向是当老师 根据最新的政策 各省符合国家免试认定范围的高等学校 2022届以后都不需要考教育证了 只需要通过学校内部的考核 那这个基本都能通过 而非示范生 你还必须要参加全国同考 教育的通过率也很低 从这点上来说 如果想当老师 师范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而且编制教师的竞争很大 有些教师招聘公告中明确表示 本科学历只要师范专业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教育部直属的师范院校 只有这六所 他们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 除去这六所学校 其他省级师范学校的师范生 和同等能力的双一流的非师范生 如果他们去竞争同一个岗位 其实双一流的非师范生 更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中国语言文学类下设九个专业 目前国内高校本科阶段 主要开设的专业有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 汉语国际教育 只有少数高校 开设了古典学 秘书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所以大家填报的时候要注意 那么一些高校 是按照中文大类招生的 比如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等 前两年是不分专业的 系统学习 那么到大三的时候 在自愿选择方向 那么也有一些学校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 就确定了具体的专业 比如像四川大学 南京大学等等 那我们下面呢 就分别介绍一下 几个热门专业 汉语言文学专业 它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中文系 是最接近的 在文学方面 它是用时间维度 把中国文学 划分为五代文学 和现当代文学 古代文学史啊 从先秦的诗经 处词 讲到汉复 唐诗诵词 元曲到明清小说 对各时期的代表作家 和经典作品 进行赏息 那现当代文学史啊 主要是从民国的鲁迅 张爱玲 张爱玲 讲到近代的代网书 北岛 书庭等等 以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知青文学等等 那外国文学呢 主要介绍从古希腊 到后现代的文学流派 文学理论呢 主要是钻研 尼采 弗洛伊德 巴赫金 等人的文学理论 为文学评论啊 提供多元的视角 当然啊 汉语言文学啊 不仅要学习文学相关的课程 也会涉及语言学类的课程 它包括有 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语言学概论 去研究汉语的语法 语音 和形成演变的规律 我们再来说说汉语言专业 汉语言啊 和汉语言文学 虽然只差两个字 却是两个不同的专业 大家在报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了 他们研究的侧重点 是不同的 汉语言文学啊 侧重文学研究 汉语言啊 侧重语言文字的研究 那么一些理科院校啊 还会开设计算机语言学 汉语言专业啊 还研究一些新兴的语言现象 比如像躺平 射孔 射牛 破防 YYDS 等网络用语 研究它形成的原因和过程 这个是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 另外啊 熟练地掌握一门方言 对于这个专业来说 是一个加分项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啊 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有些学校把它设在国际学院 或者文化交流学院 比如像南京大学 所以啊 这个专业的学生啊 经常会和留学生去一起上课 除了要学习中文系的基础课程之外 还要去了解跨文化交际 对外汉语教学法 二语习德等等 一些和教学相关的课程 秘书学啊 是一门偏向于技能培养的专业 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并不多 主要是省市级的师范院校 和一些二本院校 学习的内容包括 礼仪、办公室自动化 等一系列专业课程 它比较强调实践性 而且啊 对情商和沟通能力的要求 是比较高的 古典文献学啊 是研究生阶段的主要研究方向 那在本科阶段啊 只有八所院校开设 这里啊 就不展开介绍了 中文类专业啊 读研、出国深造和就业啊 是三个主要发展方向 例如 南京大学2020届 文学院本科毕业生 签约就业率是70% 考研20% 出国占到8% 山西大学2020届 文学院本科生的 毕业趋向落实率 约为62% 其中包含了 25%的学生啊 选择考研 可以看出啊 双一流院校的升学率 和就业状况啊 总体啊 是高于普通院校的 中文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的薪资 基本上和本科生的平均水平啊 是持平的 那么中文类专业的就业方向啊 包含有以下的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 语文老师是很多中文专业毕业生的首选职业 特别是师范生 第二是考工了 公务员啊 每年都有很多单位和岗位啊 招收中文专业的毕业生 如果不是非要去海关 税务等热门单位啊 把握好应届生的身份 能尽早上岸 第三 进入企业 从事文化宣传 行政 文秘 等职能性质的岗位 第四 文化传媒领域 比如像出版社 电视台 新闻媒体 广告传媒 影视娱乐公司等等 从事语言文字工作 此外啊 不同专业啊 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就业方向 比如汉语国际教育的毕业生 更对口的专业啊 是去国际学校 或者国外的孔子学院 去当中文老师 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相关工作 但是啊 这个啊 对于毕业生的综合能力要求 是比较高的 而孔子学院啊 每年外派的名额啊 也十分有限 根据教育部最新学科评估 中文专业啊 评为A类的学校啊 主要有 北大 北师大 华东师范 南京大学等等 如果成绩不足以报考这些国内名校 收分稍微低一点的师范类院校啊 也可以考虑 例如像 首师大 上海师大 南京师大 等等 建议啊 最低选到学科评估为B类的院校 想学好中文专业啊 我觉得至少要具备以下这些特质 第一 有一定的文史者基础和比较充实的阅读储备 第二 有比较强的求知欲 文学院的学生啊 相对于其他专业 有很多可以自主安排的时间 要依靠自我约束和足够的兴趣 通过大量的阅读啊 来扩展文学研究的视角 那么第三呢 是要有较高的文字敏感度 这是文学院学生的基本功 当然啊 文字敏感度是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啊 逐步培养的 第四啊 是要有专注度和耐力 毕竟啊 是搞文字工作的 一杯茶 一支笔 一页文献 看一天啊 也是常有的事情 那么以上啊 就是关于中文专业的相关信息 希望对各位啊 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